你看到什麽人 就打算做什麽生意 你有一個對象 你初步下來這裏開店 做生意 你在香港做私房菜 西餐 強項來的 你來到英國是否真正正剩下西餐 給外國人的主要對象 絕對不是 因為美國人 美國那邊 就會著重吃西餐 英國這邊 他們是著重輕食一點的 就不是像我們平時香港那樣 巨扒 滿漢全席那樣吃的 他們這邊是流行一人一盒 一人一碟 甚至乎買個麵包 吃薯條 是唯一餐的 但他們這邊就著重喝酒會比較多 所以我為何不煮西餐呢 因為他們根本上就不著重吃西餐 反而如果我煮亞洲菜 怎樣為之亞洲菜呢 例如新加坡 馬來西亞 越南 泰國這些 反而本地人 他們的興趣就會大過吃扒 吃西餐 因為這邊 他們 或者你覺得 你作為一個華人 煮西餐 煮也沒理由像外國人那樣好吃的心態呢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而其實你是什麼人 就沒有影響的 沒關係的 純粹是看你那個 怎樣去鑽研你的興趣 以及你的專長 那為何我要煮亞洲菜 煮西餐 因為他們這邊 在曼城來說 他們食物的首選是薄餐 第二個就是亞洲菜 如果我們去做薄餐 很老實地 跟意大利的有一點距離 還有有一點不同 既然是這樣 我們不如做回我們自己的強項亞洲菜吧 亞洲菜說真的 在香港 你又吃得多 我又吃得多 每個人都吃得多的 連這裡的本地人 去到外地 都會去一些亞洲地方 所以其實他們都會對亞洲菜 有一點點的認識 或者有一點點的印象 如果我煮出來的 他們就變得容易接納一點 我煮亞洲菜的 可能你做個市場的定位上面 你又是亞洲菜 亞洲菜 但是你的對象 就未必是亞洲人 你的對象就是 本地人 所以所有的意思 其實主體多人 人口始終都是本地的 先別人 是不是 沒錯 美國人 可以這樣說 因為長遠來計 要做本地人生意 為什麼呢 因為本地人會聚集一個地方在那裡住 英國人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們吃慣那個餐廳 吃開那樣東西 他們就會很自然地吃得多一點 但是我們香港人來到曼城 其實他們的分佈會比較散一點點 所以如果我集中我只是做香港人生意的話 你要選一個很多香港人聚集的地點 但是因為香港人分得很散 所以我們就不會說 只是想做香港人生意 我們是想做到適合我們任何客人吃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要調一個平衡一點點的味道 又適合香港人 又適合本地人 甚至適合我們亞洲人吃的食物 你先做了這個市場定位 跟我們很清晰的思路 我們都是較為合藝 說得不好聽 D100的節目 港式茶餐廳 他們都笑我心 他們都廢話時訪問我 雖然大家同事 你搞茶餐廳 他們一定死定了 你有沒有想過 你在英國 什麼人是多數人才行的 香港人全部都來你的餐廳好不好 他們看不好我 所以他們也訪問過 但是問題就是 你原來很清楚的定位 原來定位真的是 不應該以亞洲為主體 所有人主體 當然是以 英國人為主體 就是你的對象 是吧 所以 你一來到就已經被我的思路清晰了 果然是大力處 但是你的問題也是這麼說 沒有客氣的說話 你定了主體 接著你一直推薦你的餐廳計劃 現在你的座位有多少位? 座位? 座位大約有20-30度左右 是的 有酒牌嗎? 沒有 如果這樣的話 你在整個過程中準備 整間餐廳 遇到什麼困難和樂視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困難 首先就是選擇地點 因為英國不是我們土生土長的地方 我們現在我們從香港 過到英國 我就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去了解了英國這邊的地利環境 還有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地點的喜好 我自己本身就喜歡 我喜歡Burry 為什麼我喜歡Burry呢? 因為他的生活文化比較悠閒一點 這邊沒有這麼趕的 因為他不同的餐廳有不同的餐廳的文化 那這個餐廳就比較 為什麼你不去唐人街直接問你 如果你說地點 為什麼不去唐人街? 唐人街唐人又去 鬼佬又去 那怎麼會去唐人街? 首先如果你要在餐廳中 你一定要很大的資金 因為你全部的租金 所有的成本都會很高 你營運的成本都會很高 我們說真的 小店哪有這麼多錢 所以我們就不會在餐廳中 我們就會去一些小餐廳 小餐廳的租金 如果我約了 我估一下 你大約是 不會需要 多個 20,000的租金 少於20,000 20,000的意思是一個月 一年 20,000就是2萬磅 大約 大約 每公司2萬磅 我覺得你的租金 未需要2萬磅 但是如果你在餐廳中 就一定不止 City Center 就是City裡面 就一定不止 明白 OK 所以你選擇那位 就不是在唐人街 選擇了一個 什麼地方 Bury Bury 這個地點你選擇 你覺得住 周遭一些人 為什麼你選擇做生意 選擇這個地點呢 可以開店 可以零售 可以飲食 可以選擇這個地方 其實是因為機緣巧合的 有一天 即是我們開始找舖位 是機緣巧合 是的 因為我在找舖位的時候 無意中就是 彈了這個舖位的廣告出來 我之前也住過Bury 我本身也喜歡Bury 剛好他就彈了一個Bury的舖位 因為不同攤我們也看過 而Bury這個 他一彈出來 我當然是 比較熟悉一點 因為 我自己也住過 地理環境 我也熟悉的 所以我就去約了業主和代理 就來看舖位 看完舖位 地理環境 價錢 租金 各樣東西都是在我們的預算之內的 是的 所以就直接跟他談這個客戀 是的 那你選了Bury OK 這個就選了地點 在你短短 我想你其實價錢很快 三幾個月 你就可以開舖 是不是你選的那間店 以前也是食肆來的 是的 那你就簡單一點 不用怎麼裝修 除了你要 東西就手也好 或者你的桌椅 你喜歡有些招牌 你需要整個 原則上 如果香港人 如果都是廚的 或者有心投資在飲食業 不要搞那麼多了 找一間 就是肆肆正正 就可以馬上開門做生意 是好過 你有求搞過 我看到你 剛才說的也沒有太多煩惱 起碼水電煤 秋風 侯偉 不需要搞得那麼 複雜 不然就像 小弟那樣 煩死也不想煩 重新裝修過 那你就完全不需要煩這些 什麼都有了 秋風 不口 合約裏面 說明已經 不會有什麼環保問題 全部都解決了 是嗎 沒錯 是 你需要頂手嗎 當然要頂手 頂手貴不貴 兩個概念 都 少少了 你說很貴 未至於的 不過 不算很便宜 不算很便宜 30千 多多一點 不止 就是很多設備賣賣給你的 不用想的 是的 為什麼它貴了 因為它所有設備都齊了 通常那些人是這樣的 就搞食肆 有些老闆就是這樣的 心態就是最好有一間吉舖給我 去猶購 撿靚它 撿回我們自己的格調 如果做廚的那些 希望那些東西是我們 我的廚房是這樣的 我的工作坊 我有一個 就是夢想的設定 為什麼你不是這樣做呢 你寧願 就是買了 買和裝修都是錢來的 一樣的 你不要想著 買呢 就是你買了頂手貸 有了東西給你 那羊毛出自羊身上 會不會送給你的 當然會給你那些價錢 你自己 重新去設計去做 可能分分鐘更便宜 應該就不會了 因為 始終都是一句 做生意永遠都是錢行先 那你 資金大的 當然你可以把店舖 打散 由頭玩的都可以 砌模型的砌 但是如果你在資金有限的情況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責訂購支持 醒來自找人的 出生意永遠都可以 數字符 好